完工才三年淡海明社区百户传漏水 淡水新市镇一处知名大社区 有住户向苹果新网投诉 社区上百户有漏水问题 从事不动产物业管理42岁薛先生 2013年11月底1388万入手8楼户 45瓶规划三房 2018年6月完工燕屋 入住半年就发现漏水问题 同年12月又发生漏水 去年6月12月再发生漏水 几乎每半年一漏 最近一次漏水是在今年小年夜 建商是消极的选择性的逃避 无独有社区400多户 有100多户有类似状况 曾与建商开会不下10次 建商虽有外包技师道府修散 不过都是找个别工作室 没有固定配合厂商 状况都一样 大家反映出来状况都是白滑 碧崖 胜水 然后漏水这个情况 正下的8月居然 我发现我家的预测 预测的门口左边的清格尖墙 发现了泡枕 发现泡枕 还是水痕 不知了漏水问题 还有电梯急缀跟警报器失灵等问题 然后电梯厂商回应是说 那个是正常的状况 那个是一个保护机制 急缀 大怒神急缀是一个保护机制 前阵子又发生大火 邻居家的那个厨房 火烧 居然没有警报 也没有洒水 后来就烧到半毁 可怕的要命 记者致电建商对方表示 漏水是下游包商施工错误手造成 已请管委会排成修散 目前剩30多户尚未处理 还强调公司一向注重住户权益 绝不可能漠视问题 但社区位于淡海新市镇 拥有5500坪基地规模 单坪以中大坪数为销售主力 格局为32至72坪的2至4房 总价930到2160万元 平均成交价27万元上下 比赢四条 平均成交价27万元